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政署长汪卓军到台大医院探视受伤远警 表示有38名远警划了财 严重的有保留总队的钟队长钟正强突然昏厥 还在台大医院层出接受了气血治疗 统计受伤的远警38人 其他37名远警都已经半家休养 媒体人遇袭又一遭记明报 前走编辑刘靖途遭到当地砍杀后 今天中午即将创刊的香港城报 一位女性的高层去当街被私民戴口罩的男子 是以木棍袭击 消息就指称的受伤的女子 曾经任香港一天报馆的行政高层 而另一位也被打的受伤男子 也曾经在同一个集团不同的单位负责复刊 再来看乌苏尼的是 大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骑士 发生了凯人事件 而且嫌犯砍的是公安 这名公安送一骨质 但是这名嫌犯当场遭到了起币 但是死亡的公安跟嫌犯都是维吾尔人 另外还要带您关心的是 克里米亚脱污入而后 大约200名近俄罗斯的民众 闯入乌克兰的海军总部 还树立了三面俄罗斯的国旗 路透社的记者就目击这三名 疑似俄罗斯军人的武装男子 形同拿下了乌军的设施 欧克兰国防部长坚决表示 不会撤离克里米亚 这是刚刚的最新消息 他带您关心的是 美国四年前宣腾一时的汽车爆充案 华尔街日报指出 风险将以10亿美金与美国司法部和解 最快美国时间周三就会正式宣布 NCC今天核定中华电视4月1号 起调降ATSL及光时代的月租费 速度增加到了23.1M跟4.4M 预估收费的用户大约有446万 最后要告诉你的就是 因应清明扫墓 台北市富德公墓跟杨明山第一公墓 周边要从22号起实施交管 台批五线免费的扫墓专车 还要告诉你的是 历佳任免费扫墓公共车会随朝随停 我是佩玲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